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方 怎么不做的呢 小薇 你怎么也在这儿 小薇 你先别激动啊 起来就起来 陪我快跑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南方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来 来 坐一会儿 别管我 现在放你真的是疯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幸好今天还剩十分钟 生日快乐 吹蜡烛呀 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吃一口 好吃吗 你可以自己尝尝 嗯 谢谢 谢谢 还能在这儿 你们在那儿 对 大家 你 小薇 你 男方 我终于真正和你在一起了 想 想 我好像 我真的喜欢 这些人 我真的喜欢 十二快乐 是我 马上去查一下苏绍眼外婆家的地址 还有 把副新闻的电话地址给我 别再死缠烂胆了 男方永远不会爱上 三年的暗恋 半年的婚姻 还以为终于守到云天监命里 原来 只是一场彻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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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 苏绍眼在哪里 什么 绍眼又不见了 你确定你没看到过他 老娘这两天天天在公司加班 看到黑眼圈没 我哪里有空见他 一有他消息立马联系我 喂 盛南方你把话说就是带走 死渣男长得帅有什么屁又 苏绍眼 别让我找到你 corresponding 不是 不能 情人 我 这 他在用的抢救我 好 一生一生 對不起我們已經經歷了 哈哈哈 那一步 該 勉強你去少演 快試 爺爺 既然南方他有喜歡的人 不如 我們還是把婚禮取笑吧 今天的事情 你也看到了 你真的甘心 南方和這種女人在一起嗎 我 孩子 爺爺的時間不多了 就算你 幫我一個忙 試試 做我們剩下的孫媳婦 然後 南方這孩子 十歲上就沒了父親 外表 雖然冷酷無情 其實啊 他真正需要一個 關心他的人呢 好 我答應你 我一定竭盡全力 讓他信心 一夜 也好 交 交給你 你終於肯出現了 爺爺的事 我也很難做 他是我嫁到生嫁以來 唯一一個對我好的人 時間不早了 我們先進去 爺爺 你要不要再重新考慮一下 沈南方 嫁給你是我這輩子 做過的最愚蠢的決定 現在終於能解脫了 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沒什麼好猶豫呢 好 一定 南方 喝點風鈴水吧 給我去弄杯水來 試試馬上去 等等 原來的東西呢 這是張小姐的 南方 南方 給你 你快看看 今天佈置的新房子 你讓你看 喜歡嗎 我原來的東西呢 我扔到雜物間去了呀 誰允許你這麼做的 滾出去 南方 起床吃飯啦 今天 我喜歡上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 盛南方 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沒想到我的相親對象 居然是他 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我們結婚了 這傻瓜 到底都能跟著我多久 五年了 蘇少爺 你究竟在哪裡啊 蘇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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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我和苏小姐单独聊一下 请 盛文芳 我到底要干什么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啊 我去哪儿 好像跟盛总没什么关系吧 妍妍 少妍 我知道你恨我 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 你再不放手 我真的叫人了 是能够你给我放尊重鸟吗 是能够你给我放尊重鸟 怎么了 少妍 没什么 跟盛总有点小过会吧 这是我跟少妍两个人之间的事 你确定要查什么 现在少妍是我的人 她的事 就是我的事 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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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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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派人调查过 苏少妍小姐 五年前去了法国 用了法文名字 朱莉雅 最近在国内的 怪不得一直找不到了 行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张小姐来了 告诉她我不在 赵小姐 我们总裁有事 她出去了 要不 吓死了 等等 季晨阳 苏少妍回国以后 南方有没有单独跟她见过面 这是总裁私事 我们之前做下手 不知道 我会去给你倒杯咖啡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 没关系 张天威 好久不见 苏少妍 原来真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当然是赚钱了 我跟两位高贵的小姐可不一样 不赚钱 就没饭吃 你跟我哥离婚的时候 难道我们要补偿金 外面请自便 单队 有事 帮我们俩倒两杯咖啡吧 我们俩可是总监的朋友 放入点咖啡 慢慢品尝 苏总监 各部门负责人已经准备好了 会议马上开始 行 我知道了 你叫了什么 这位是我们法国总公司 派来的苏少妍 苏总监 原来张小姐自以为是我的熟人 不过不好意思 我好像跟你不熟 走 开会去了 不送你回去 不必麻烦盛总了 盐盐 我们谈谈了 不好意思 我哥把男朋友犹豫了 是吗 跟我来 妈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信不信 我真的会报警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没工夫 你不错 爷爷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自从外公去世后 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这么叫我了 别这么叫我 你没这个资格 喂 学长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耽误了 约会取消了 我说 盐盐盐 你是有病吗 你有什么资格带我去小约会 你把手续还给我 盐盐 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你冷静下来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你说 我也不想冷静 把手续还给我 你还给我 还给我 你们在干什么 你给我站住 喂 南方 南方你不该解释一下吗 小飞 我说我们之间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已经开始就准备我们的婚礼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他对吧 这么多年 我给你的感情更像是兄妹而比 够了 兄妹 你现在趁你保抵我看你十几年的不处吗 那你冷静点你听我说 我曾经为 一定会成为你的妻子 什么事啊 总盘 这是公司赞渡的磁碳晚会清帖 找个人替我去 可是我看上面有苏小姐的 我摸到你该怎么办 南方不知道被那个女的迷了心窍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你别着急 他肯定是一时糊涂 被那狐狸精迷了心窍 可是我 放心 有我站在你这边 盛老太太 您这么着急的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苏少妍 看来 我是小看你了 说吧 要多少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突然回来纠缠不休 不就是为了当年没拿到离婚补偿金吗 我们圣家 不是小气的 只要你保证 不再纠缠南方 那就开个店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 我要圣南方的一半身家 如何 苏少妍 也太过分了 这不是您说的吗 怎么 对不起啊 那就把嘴闭上 不要对我指手画脚 几件的动机 你也配 妈 你在干什么 哦 南方 少妍少妍 怎么样 圣南方一接到我的电话 就火鸡火燎的赶过来了 应该没做过什么好戏吧 嗯 她来得刚刚好 不过以后啊 也别这样了 为什么呀 这次可是她妈主都来找你麻烦 你不会还要像之前那样 我只是不想跟圣家再有任何瓜葛了 来 南方 其实刚才妈 妈 不要再去找苏少妍了 也不要再张罗我跟小薇的事情 否则 下个月开始 除了生活的基本开支 我不会再支付你跟小雅的信用卡账单 那些赖在甚至吃闲饭的沈家远方亲戚 也将丽可娟铺盖滚蛋 南方 就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居然对你的亲生母亲这么绝情吗 妈 她不是不相干的人 她是你儿子我心爱的人 张小姐 今天真漂亮 谢谢王总夸奖 对了 盛总啊 我记得我邀请她了 她今天应该有点猛 一会儿就到了 副总 欢迎欢迎 苏小姐 真是美艳动人 今晚第一笔上款 给强交给你 王总 你真是过奖了 到处招呼那边 真是个水心养花的女人 感谢今晚 大家给王某薄面 参加这次慈善晚会 今晚的慈善晚会 所有募捐都会捐献给 清城市儿童基金会 接下来 由苏小姐 为大家呈现出第一个耳环 这对耳坠底价三千元 请各位踊跃出价 一万 五万 二十万 顾总为博美人一笑 果然出价更高 二十万一次 二十万两次 三十万 果然盛总一出手 就是三十万 四十万 顾总又加到四十万 真是没想到 一副耳环 居然掉到四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成交 好 那我在这里 就替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感谢顺总的爱心 不必了 我们盛世也在热衷于慈善活动 这个耳钉 你带更合适 继续带着吧 那怎么能行呢 那就一起喝一杯鲁喝 没想到盛总也这么有情绪 苏小姐的魅力果然不小 顾先生 你跟苏小姐什么关系啊 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她 但是她的心思 都在盛同方式 爷爷 今晚真美 不要再说这句话了 免得允许大家的误会 不误会 怕谁误会 不议人吗 事又怎么样呢 你不会真跟她在一起吗 在一起 又怎么样呢 是人帮你有病吧 我劝你一句 有病就要尽早制服 当初明明就是你先提出的离婚 现在又在这里 假惺惺的故作申请 你给谁看呢 还说是我出的离婚 我 学长 今天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对了 少爷 你现在 对南方 我和她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你以后也不要再提她 嗯 好 妈妈 你回来了 宝贝 你今天 有没有乖乖地听干妈的话呀 有 还没有呢 这小家伙一天天吸气骨外 想法可太多了 今天晚上可对我家很快了 还不是自己太胖呢 不是 你怎么又来了 你怎么办 人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 你却在这儿喝闷就 傻不傻 什么意思 薛少爷 跟顾日然早就够搭在一起的 连孩子呢 哎 不可能 这是什么 嗯 你以前才不喜歡 老爸啊 我小少年這個女人 不值得你為他這樣 我不讓我 這件事情成你最愛的 來 下車寶貝 學長 真的谢谢你啊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少妍 你以后能不能对我 不要这么客气啊 来 宝贝 顾叔叔说拜拜 拜拜 拜拜 晓月娅 拜拜 你要跟妈妈说什么 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上一二年了 今天呢 妈妈要加班 晚上放学的时候 跟妈回来接你 好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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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发布会马上就要到了 原材料供应商怎么会出问题的 这个王老板和原来的李总监关系亲密 所以 明白了 不过现在时间很紧迫 连西新的供应商肯定来不及 这样 你打电话给王老板 说我要请他吃饭 我亲自跟他谈 总监 这个人很严重的 没关系 去吧 好的 喂 西文 怎么了 少妍 小月娅不见了 什么 怎么 我不认识你 妈妈说不能随便你 不要梦想娘的东西 我叫盛南风 你妈妈苏少妍 曾经是我的妻子 我说你还是我爸爸了 这可能性非常大 初次见面 我叫苏月黎 你可以叫我小月娅 盛南风 妈妈 月娅 我妈 你怎么算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 妈妈都担心死你了 盛南风 你以后不许再见我的孩子 更不准私自把他带走 否则 我肯定报警抓你 走 关于小月娅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向我解释一下吗 她是我的孩子 我有什么需要向你解释的吗 让你紧张什么 宝贝 你先进去玩 妈妈跟这位盛叔叔说说话 好不好 来 去吧 小月娅也是我的孩子 你到底要隐瞒我到什么时候 那你觉得 你有资格当她的父亲吗 我去 少爷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明天一走废坝里 走吧 对不起 妍妍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尽全力补偿你们 做什么都可以 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心里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困扯的话 就麻烦你远离我们 不要来打扰我们母女的生活 除了这个不可以 妍妍 我知道我自己错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但是我离不开你 盛南帆 你离不开的不是我 是那个被你虐了千遍百遍 还有傻傻为你付出的苏少妍 你放心吧 同样的坑 我不会踩第二次的 我知道一时时间 你很难接受我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你就是什么 你怎么会放弃啊 你怎么会放弃的 我都不会放弃的 快要迟到了 烟烟 来 小包 你怎么来了 送你去幼儿园啊 沈南方你又想干什么 送小幼儿去上学 然后再送你去上班 放不着 你不是上班来不及了吗 再说了 身为执行总监 你总应该给小学做好模样吧 那这样 你先送他去幼儿园 我自己打车去上班 宝贝 今天放学之后 乖乖等妈妈来接 不许跟这个人走 听到没 来 把书包拿上 看来他还要去很久 我已经要配好了 以后你放学的时间 程阳叔叔会接你来公司 为啥 因为我想跟你多一点时间相处啊 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那真的是 是不是不能告诉奶奶 来 撒给你 给你 给你 你想到苏小姐 不仅能长得漂亮 身材 也挺好 王总 您真是说笑了 咱们呢 还是先聊聊这个 供货合同的问题 合同好说 先喝酒 气氛到了 什么都好说 王总 真是不好意思 我先去趟洗手间 行 真没想到 那个小孩儿居然是南方的女儿 真是搬起石头擦自己的脚 事到如今 只能尽力想办法补救了 小月阳 阿姨好 阿姨给你带了个礼物 你看 养娃娃 你喜不喜欢 谢谢阿姨 可是我妈妈说 不能给那个是陌生人的礼物 阿姨不是陌生人 阿姨马上要跟你爸妈结婚了 以后阿姨也会是你的后妈 阿姨 你不可能当我后妈 小姑父我妈妈又不好了 不可能 她们都离婚了 怎么可能还在一起 你别胡说 我没事了 小姑娘 阿姨妈在哪儿 阿姨妈在哪儿啊 我不要我啊 我 我只会娶一个女人 那就是你妈妈 你娶什么呢 男方 看来我的不忍和纵容 只会让你越闲越深 来人 以后谁再随意进出我办公室 一律卷不该走人 你也没有这么狠心吗 送张小姐去医院 张小姐 行 别打了 我自己会走 爸爸 你喊我什么 爸爸 爸爸你放心 我当一个 这儿 竹子 你 睡 王总 你看我们这酒也喝完了 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不着急 开个房间 闷闷的 王八蛋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拿着你的合同滚蛋 你猜我准备下手 当然是让你舒服的东西 你分开 分开 回头 帮我处理一下那个王总 顺便去我结婚酒店查一下 你跟着你 别碰我 别碰我 放心吧 妍妍 以后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放心 你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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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 妍妍 你也跑了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南方 早餐好了 我赶着去上班 我做了很久的 你尝一口就好 自己吃吧 爸爸 我要喝牛奶 我要喝牛奶 爸爸 我要喝一杯牛奶 爸爸 快点 妈妈来了 早餐马上做好了 不用 我不饿 昨天的事谢谢你 照顾你们母女 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爷爷 我们复婚吧 盛南方 我曾经深爱过你 也恨不过你 但现在的你对我而言 除了是小月儿的 亲生父亲之外 跟陌生人没有任何区别 爷爷 你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 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 你怎么来了 学长 你怎么来了 少爷 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谢谢 其实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 没事的 不用给我准备礼物 只要你收下这个就好 学长 你这是 少爷 我发誓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也会把小月儿 当成是我亲生女儿对待的 谢谢你 但是这个东西 我真的不能接受 为什么 一直以来 我都非常的尊敬你 也很感谢你 可是这从来都没有男女之情 我先走了 顾大哥 顾大哥 小雅 走 我没事到晚 没有 是我来走了 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 我还以为你讨厌我呢 怎么会呢 小雅你出身好又聪明漂亮 这追你的人都排着队啊 可我对他们都没有兴趣啊 顾大哥 其实 小雅 今天其实有件事情 我有个朋友 他很看好盛世的发展 准备入手一些股票 当个小股东 听说 你手上有百分之五的股票 如果你愿意出售的话 价格好商量 这个 没关系 小雅你要是为难的话 就算了 哎 顾大哥 你等一下 我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小雅 谢谢你 来 坐 什么 你居然拒绝了顾亦然的求婚 他可是青春市排名前三的钻石男哎 排名第一的是我爸小芳 你一个小黑家也懂什么 干嘛 你也是单身狗 连着恋爱都没有谈过 他心了我的小月牙 以后我再也不会陪你组队打游戏了 不打就不打 反正我肚里都是个白鱼 你还是个青鸿 你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再说了 反正呢 我这辈子是不打算再婚了 我现在就想努力赚钱 然后把我们小月牙给人招打 喂 小雅 有什么事吗 顾大哥 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我听说新上映了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你要不跟别人去吧 顾亦然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的 你不会心里还有那个什么苏少妍吧 对不起啊小雅 咱们两个是没可能的 我真不明白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和南方从小一起站 我们是所有人眼中公认的一队 苏少妍他凭什么家 那天在福利县城 他差点杀了我 我恨死他了 我哥的姑娘三年都昏了头 我整天跟着那个苏少妍屁股后面混 要是没有苏少妍这个女儿 就好了 你说什么 小雅 如果没有苏少妍 我就可以和南方在一起 你也可以和桂兰在一起 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幸福 不是吗 只要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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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好过的 小雅 你哥哥为了苏少妍 竟然威胁要停掉我们的信用卡 对不起小雅 咱们两个是没可能的 要是没有苏少妍这个女儿 就好了 苏少妍 你去死吧 小雅 你哥哥怎么样了 妈 妈 哥没事 只是受了点轻伤 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出院 你吓死妈了你 快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了 是哪个王八蛋给开着车呀 是 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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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死丫头你 你 不然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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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很危险 你为什么要救我 五年前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危险 可你不是已经和张天薇你们两个了 我跟她是清白的 我这辈子只爱一个女人 她的名字就叫做 粗小言 我先走了 你先来接我出院好不好 哥 对不起 你看刚才粗小言的态度 那小雅只不过是一时气不过这 好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帮她说话 好好看看吧 不如小言 能帮她怎么样 轩薇 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我对你很失望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妈 你别跟她废话了 咱们走 到了 你自己进去吧 必不进去啊 不去了 我对这儿的印象实在不算好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放开 你放开 放开 你干嘛呀 你放我下来 你放开 你干嘛 妈 这个送给你 俗气 燕燕 我后来才知道 薰衣草的花语是等你爱我 对不起 你不要再说了 米老鼠好 你好 我们一起玩吧 等一看 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名字 妈妈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没有 妈妈只是在看爸爸的日期 妈妈 你还喜欢爸爸吗 我也不知道 那妈妈 今天幼儿园举行唱歌比赛 我又拿了第一名 真的呀 我的宝贝 你说 你想要什么奖励 妈妈都满足你 什么奖励都可以吗 嗯 欢迎光临 现在本店正在举行情人节特别活动 最佳情侣接本照 和免费获得情人节套餐一份哦 还有礼物赠送 你干嘛 姐姐妈 爸爸妈妈 你们快听听月娅想要礼物 过了 我们之后不参与了 月娅真的吗 有多好的什么礼物都可以的 月娅 月娅 不说胡闹 你答应孩子的事情 可不能食言 妈妈 嗯 来吧 曾子涵 最近一直有人输购我们公司的股票 而且数量不小 找时间帮我月月李董他们吃饭 爸爸客气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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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你走了 没事 爸爸在啊 爸爸 爸爸你走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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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昏倒了 我立马送你去医院 不用 我知道你努力 但是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啊 你把小月娅都吓坏了 宝贝 妈妈对不起 不顾客啊 拜拜 妈妈 你们要永远守着我一个都不能想 你眼里醒啊 你怎么样 有没有舒服一点 睡了一觉舒服多了 月娅呢 她已经睡了 然后 嗯我炖了鸡汤 你可不饿 你还会炖鸡汤啊 跟着手机学的 你要不要喝一点 待会咋 哎 怎么了 可能人躺太久了 腿有点满 这样呢 有没有好一点 嗯 舒服多了 姐 但是 你还是别按了吧 管她们行的 你说老婆 有什么好男位 呸 谁是你老婆 我怎么会带她 我来说 变成了 我这怎么会带她 不来 我这怎么会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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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 不来 那怎么会带她 我这样子 有什么好玩 我啊 拥了 我 我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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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西文 你今天不用过来 我会照顾好少爷爷他们 月牙 肯定是你干妈来了 你快去开个门 妈妈 西文 嫂子 我们是特意来向你道歉的 以前 都是我不懂事 真的很对不起 小月牙吧 来 快让奶奶看看 哎哟喂 我的快孙女 来 这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 谢谢奶奶 哎 真乖 小妍呢 媛妍妈妈吧 之前对你有成见 那是因为 我和南风她爸爸结婚 也是被长辈安排的 我知道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非常的痛苦 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再走我的路 您别说了 我都知道的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好 咱不提了 以后啊 咱们一家人好好管日子 来 小月牙 再让奶奶抱抱 妈 到我了 让我给你抱抱 等一会儿 再让我抱十分钟 程小薇 张天威 你冷静一点 自暴自欺是没有用的 哎 杜少爷 我叫你 离开奶爸好不好 我十几岁开始喜欢奶爸 我做了一切都是为了他 不能没有他了 别闹了小薇 喝下来 奶爸你跟他说 你跟他分手跟我在一起 够了 我从这里看下去 我让你一分钟我再爱你 做的一切我就知道了 别再自貌不起了 别忘了别忘了 我说 我是爱你的 我他都没有爱过你 好 你跟他分手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你已经知道了 你到了 现在一号 就是他一个活动心 没有他 你不会跟我分手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自以为那段感情就在爱你 直到跟他离婚之后我才知道 到底什么是爱 对不起 我没有早点和你说清楚 不可能我不是 真的是真的 不是的奶爸你告诉我不是真的 不是的奶爸你告诉我 顾总突然看下光临不知有何悔的 股权长要说 孙南方我现在以盛世最大股东的身份通知 交出经营权和财职 顾约 看来你今天志在必得啊 过去 方便问一下原因吗 三十年前 我的母亲顾清明 和令尊圣叶本是一对情侣 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谁知道盛家拼命地拆散他 逼盛业和审视小姐联名 完全不顾当时我母亲已经怀有身孕 原来你就是 死了之后 我母亲一直郁郁寡欢 在得知盛业意外去世之后 受到了更大的刺激 我现在精神错乱 发病的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这一切 都是拜你们盛家所做的 我父母的婚姻的确是个错误 但那也都是上一辈的事情了 我们俩都是受害者 那现在呢 我喜欢了少年这么多 可他把心思全部都放在你身上 虽然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 一人不愿意多看我一人 少年喜欢谁呢 是他自己的生子 我们可以公平经济 不要再说了 下周股东大会 就是盛世一主之事 你公司的事我听说了 怎么 是很麻烦吗 爷爷 如果明天股东大会上 我变得一无所有了 怎么办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能够东山再起 大不了 我养你嘛 明天股东大会上 我这就不许可 你不许可 我相信你 是你 你不许可 你不是 我相信你 你不许可 我相信你 没人 我相信你 那你怎么能够 你不许可 你不许可 是你不许可 你不许可 我相信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方今天正是向苏少颜小姐求婚 无论是健康或是自己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 我都将一生一世守护你 保护你 是接着吃 对 这五年来我一直把她带在身边 就像是有一天 能够亲手再帮你干什么 别人 妈妈 爸爸爸爸 爸爸真的错了 对啊对啊少颜 你看她态度这么诚恳 以后肯定不会再欺负你了 我想说的是 这男的虚无觉前的街 这就这么白个心的 明天就是买 那好吧 那我就给陈丹丹 都交给你 啊 哎呀你救死我 哎呀你救死我 哎呀我 妈妈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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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新七天 让妈妈都睡一会儿 扎兰猪 快起来 你说好的要带我去游乐园 爸爸都把早餐都给做好了 嗯 哦好吧 哦 哇 早餐这么高兴呢 谢谢老婆 怎么了 不舒服吗 那个 岳岩 可能要有弟弟 真的吗 太好了 我要打电话 跟我们的干妈和奶奶 哼哼 哼 尹子 我们的词 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